各位,杨国云的版纳道就装下出面 见到个白眉和尚在背囊里拿了四块炒面出来 递了两块给那个黑素和尚 杨国的心想 这个白眉和尚神情和善,举止安详 就似个有道高僧 不过他的拍档为什么样子这么恶死的呢 想得两想,忽然见个黑素和尚 轰轰轰轰轰,摁了两副铁尿出来 一副扣住双脚,一副扣住双手 只见白眉和尚小声问他 慈恩,什么又要发作你吗 是啊,弟子一路上都觉得不妥 我,我驚著,又再發作啊。 講得兩講,他還咚聲跪下落地,雙手合拾啊。 求,求佛祖慈悲。 講完,他蹲低頭,縮起來,動都不敢動。 過了無奈,他就整身滴滴,像西漢那樣,猛那麼傻氣。 他越傻越緊要,到最後,簡直好像牛叫那麼響, 連屋裡的板杖都被他震得呆呆聲。 楊過和小龍女見到就心寒了。 哎呀,不知道他得了什麼怪病呢? 為什麼,為什麼那個白眉和尚又不理他呢? 再過了一陣,客訴和尚就越吼越大聲, 那氣就越索越速,直接上氣不接下氣。 看他的樣子,看他的樣子就很辛苦。 這個時候,白眉和尚才說了。 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 悔老貨傻小,正覺知有此。 嘩,他唸這幾句雞語,輕輕地唸, 但是黑蘇和尚已經叫得響響聲了,都蓋不住, 照樣是令人聽得清清楚楚。 楊過就嚇了,驚了。 嘩,這個白眉和尚內功這麼教官的, 真是當世無人能及。 那麼聽到這句話,有些聽眾就會問了。 先頭白眉和尚念那幾句雞語, 什麼叫做雞語呢? 原來雞,就是和尚唱的詞句的意思。 再說黑蘇和尚聽了一段雞語之後, 果然索氣又沒有那麼厲害了。 眼光光想了一陣,他就說了, 師父,弟子深知過往種種,都是罪孽, 煩惱痛恨,個心始終不得安樂, 怎算好啊? 白眉和尚就回答他, 行罪宜能悔,本位難得。 人非聖言,屬能無果,知過能改,善莫大言。 楊過聽到這句話,突然想起郭靖幫他起的名字叫做國字改之。 那就是說,知過能改,善莫大言這樣的意思。 難道這位白眉和尚是聖爭,今天特意來點化我呢? 想到這句話,只見外面的黑蘇和尚就求白眉和尚說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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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惡筋爛脆, 十年之前, 弟子歸於無私做下已久, 上個幾日, 還出手傷了一個仇家, 連師父都打傷了。 弟子今天身內血脈沸騰, 爛衣自製, 致馬又要犯大罪啊, 求師父慈悲, 斬了弟子雙手算啊。 善哉, 善哉, 我斬得你雙手, 但你心中的惡念不除, 就算手腳斬了, 都是於事無補的。 善哉, 善哉和尚, 整身的骨架就咔咔聲響, 突然間就失聲痛哭啊。 師父, 師父你開讀了我這麼久, 弟子還是惡念爛脆啊。 唉, 你心中充滿憎恨, 須知該行為錯失, 只因笑了愛, 總之惡念難除啦。 好, 等我講一段佛說六母經給你聽下。 哦, 弟子洗耳共聽, 善哉和尚, 善哉和尚講完, 就盆室坐下。 楊過和小龍, 要伏在房裡頭, 伸長耳仔聽啊。 那麼, 白眉和尚講的是一個佛家寓言, 說以前有隻母鹿, 生了兩隻小鹿, 有一日母鹿不小心被獵人捉住, 獵人想開刀劏他的時候, 武鹿就叩頭哀求, 說他生了兩隻鹿仔, 他們年幼無知, 不懂得去哪裏找到水草食, 希望獵人放他一陣, 等他告訴給鹿仔知道去哪裏找食物之後, 他就回來受死了。 獵人開瘦不肯的, 只經不住武鹿苦苦哀求, 就出之放了他走了。 武鹿找到自己兩個兒子之後, 就拿一條利蠻地舔他們的身體, 心中又喜又悲, 就跟他們說, 世間一切恩愛都應該隨緣, 有合必有離, 差在時間長短的。 今天我是你們母親, 但是不可能長命百歲的, 所謂生死多畏懼, 命危如神怒。 但是兩隻鹿仔年紀又少, 不明白武鹿說的意思, 於是武鹿就帶著他們, 指點美好水草, 然後就告訴他們, 自己本來被獵人抓住要死的了, 不過可憐你們又少未懂賺食, 所以求求回來說聲給你們知道, 你們將來努力做人, 母親現在去賦死了。 講完武鹿就走了, 兩隻鹿仔又哭又吐, 就追著武鹿, 雖然小隻跑不快, 只跌倒又爬起來, 總是不肯離開母親。 武鹿就停下說, 兒子呀兒子, 你們如果再跟著來, 被獵人見到我們, 大家就一起死的了。 講完, 他就跑到獵人那樹了。 兩隻小鹿師母深切, 不怕獵人的弓箭, 一路追尋而到。 獵人見到武鹿, 督信死意, 寫生首逝, 人所不及。 又見三隻鹿, 母子難分難寫, 就起了憐憫之心, 放了他們,不殺了。 三隻鹿就很開心, 多謝獵人走了。 那黑蘇和尚聽完佛家語言之後, 淚流滿臉, 他說, 噢, 慈陸, 全信眾義, 母慈指孝, 唉, 弟子, 一成都及不上啊。 白眉和尚就說, 慈心一起, 殺業即燒, 若要補過, 唯有行善。 與其痛悔過去不應做之事, 不如今後多做應該做的事。 唉, 就算是我, 一生之中, 何嘗不是做過很多錯事呢? 講完, 他就閉目尋思, 黑蘇和尚也眼定定地若有所思了。 各位, 這兩個和尚究竟是什麼人來呢? 嘩, 這兩個人就來頭大了。 黑蘇和尚正是鐵掌幫幫主求千人, 當日在華山絕頂愚夢初醒, 悔過自身, 做了一登大師的佛家弟子。 那位白眉和尚呢? 就是和黃松陽, 黃藥師, 歐陽鋒, 以及洪七公齊名的一登大師, 也就是東邪西獨, 南帝北黑中神通裡頭的南帝。 那麼, 求千人受剃道之後, 法號就叫做慈恩。 他誠心歸佛, 努力修為。 但是往日作業太多, 心中惡根是很難清除得清。 往往遇到仇家的時候, 或者看不慣的東西, 就忍不住出手傷人。 故此就打造了兩副鐵療。 逢是心繁躁不安的時候, 就拿一副鐵療來踏住自己的手腳, 制止惡行。 這日一登大師, 在湖港南路隱居的地方, 接到弟子朱子柳求救的書信。 於是又帶來慈恩前往絕情谷。 誰知前幾天在路上遇到一個仇家, 他以為慈恩做了和尚就好欺負一些, 哭打哭殺就苦苦相逼, 搞到慈恩難以自製, 又殺了一個人。 他一發起威上來, 就不是人那麼笨的。 當日他的武功差不多跟東邪西毒南帝不克地平起平坐的, 只不過他沒有參加華山論劍, 名字就沒有他們傳得那麼行。 所以一登大師在勸交的時候, 就不慎被慈恩打傷了。 那現在說回一登大師在小木屋, 用佛家的預言開道了慈恩之後, 不僅止慈恩若有所悟, 連楊過小龍女們都大受感動。 他們暈倒出來, 重新拜見一登大師。 大家坐落之後, 楊過就粗略講了一下自己的經歷, 講到自己怎樣在絕情谷中毒, 天竺神真和朱子柳怎樣為他去絕情谷拿解藥的時候, 一登大師就說, 哦,小楊居士, 又會這麼對的? 我們就是收到弟子朱子柳的求救信, 說他和師叔天竺僧被困絕情谷。 我們也是為了這件事而去的。 楊過就說, 什麼?大師? 原來天竺神真地被裘千尺抓住啊? 哦,那我無論如何都要去救他了。 小楊居士, 你也不用心急。 我帶來的這位慈恩和尚, 和絕情谷的女谷主是兄妹來的。 只要他們兄妹見面, 我相信很多難事都會迎人而解的。 楊過一聽, 慈恩和尚就是求千尺的大哥來, 當堂不出聲了。 慈恩就問他, 小楊居士啊, 我已經二十多年沒見過妹妹, 她是不是幾好啊? 嗯, 嗯, 楊過一時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她好。 女谷主求千尺被她丈夫公孫子, 挑斷了手跟腳跟, 就成了廢人, 實在怎麼說得個好字呢? 慈恩見他誤誤誤誤誤, 又說了, 唉, 我妹妹暴躁任性, 如果遭到什麼獵報, 也不足為奇啊。 楊過港才敢說啊, 慈恩大師啊, 令妹手腳有點不便, 不過人還很精神, 很健壯啊。 唉, 唉, 隔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老了。 嗯, 他一向跟他二哥最好談的, 那說到這說, 看他想到眼定定的, 肯定在追憶著往事了。 一登大師就另歪頭看下小龍女了。 嗯, 嗯, 剛才聽小楊居士說, 小娘子是因什麼事被毒入侵內臟的? 楊過聽到他這樣問, 哇, 好像在黑夜中見到一絲光亮, 馬上就回答, 大師啊, 他受傷之後行弓打通關墨衣箱, 誰知行下弓的時候中了有毒的暗器, 大師你發發慈悲, 救他一命啊。 講講一下楊過都忍不住跪在地上了。 一登大師扶起他就問, 小娘子是怎樣打通關墨的? 內飾又是怎樣運轉的呢? 於是楊過就將逆運經脈, 又用寒玉床和自己在一邊相助運功的怪方法講得出來。 一登聽了就猛地讚歐陽鋒是天下奇人, 開創了逆運經脈之法, 從此武學中又多了一樣功夫了。 他一字講, 就一字幫小龍女把脈。 誰知把完脈了, 很久都不出聲。 楊過定了形地看著他, 就是想他講一聲, 有得救了這樣。 小龍女見到楊過這麼緊張, 於是就說了, 哥仔,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無謂強求啦, 你經常為我這麼憂心, 好傷身的。 一登自從入屋這麼久, 原來啊, 第一次聽小龍女出聲, 啊, 想不到她小小年紀看起來就這麼化的, 直接好像人家那些收到幾十年的人說話的口吻。 她的心就想, 這對少年夫婦真是人間龍鳳, 男的武功高強, 女的參悟生死, 實在是不簡單。 於是她就說了, 兩位年紀輕輕, 這麼夠道行, 老衲不妨照直說, 咦? 讓我這個時候, 心都離了, 雙手凍冰冰, 她怕就說沒得救啊, 只聽見一登大師就繼續說了。 小夫人劇毒透入縱關, 老衲如果未受傷, 可以用一揚子功夫幫她指著毒質, 暫時不發作, 然後去找靈藥解毒的, 自家。 喏, 老衲有一粒藥, 吃了可以補她七日平安, 那我們就快點去絕情谷, 找我師弟了。 喏,各位,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定下回分解。